解读不一样 先龙界恭喜 因为 党中央必须面对现实 刚刚亮哥讲的 就是民调嘛 大家都心知肚明 都还有什么好在 除非你要自取其入 我不是在羞辱 陈以信说你这么烂 不是 因为这就是个事实 就是谁强谁胜出 那不是各个地方 都应该是这样吗 哪怕现在的小鸡们 应该也是这样吧 为什么我说 我对朱立伦还是 因为这个人已经不能信任 你看 但我觉得现在的态度就是 既然你这么强 那我就丢给你好了 我跟各位讲 我知道刚刚千惠也是在问 刚才指导也是在问 再来罗志强呢 两个最后我的预估 状况会是一样的 桃园也有可能 会让罗志强出来 但是就算让罗志强出来 现在台南是谢龙界 也不会像你们大家想的 如此开始 以一帆风顺 当然 不会 为什么 地方 这两个地方都很难搞 地方需要谁 需要党 不是 绝对不是谢龙界 也不是罗志强 可以解决的 现在的态度 让我有点感觉说 既然你那么强 给你们两个去 但是会不会有后勤资源 我不知道 你们要强就给你 有点像吴敦义 对待韩国瑜这样 好啊 大家你要民调那么高 那就让你选啊 后面呢 这个不给你 那个不给你 那个不去 这个没有 韩国瑜就这样孤军奋战 加上一些小鸡们的帮忙 打成这个样子 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我觉得 谢龙界 罗志强也会韩国瑜化 就是我 反正你这么强 你说党中央不支援 不会支援的 怎么会给他支援 所谓的支援 不是说我给钱给人力 然后朱立伦出来说 我们呢 谢龙界同志 是我们最强的战将 我们将会鼓励他的 然后哗啦哗啦哗啦 然后就走了 然后再来开始问道友 朱立伦这些人 真的要压下去 你会看得到 非常的清楚的 自己人 他压得非常的用力 你会看尽他 看到他真心诚意的在帮 可是当 不是他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做好表面功夫 让你无话可说 包括他去接韩国瑜的 竞选总干事 不是也是这样吗 他真的有完全 我当总干事 吹哭拉球 我投入我自己的资源 朱立伦 你别想了 不可能 他现在想法就是 与其让你们这些名嘴 一直在骂我们 这些意见领袖 你们一直用谢龙界 跟罗志强来骂我们 拆炸弹 就让你们上 把你当韩国瑜一样 就让你们上 但是地方我不帮你整合 请问谢龙界有办法 整合台南市议会吗 请问罗志强有办法 选举要靠自己 对 没错 我承认 我也选 我知道选举要靠自己 但是有很多的阻力 是来自于党中央 是啦 你是说党中央 不要扯后腿就好 你觉得会扯后腿 他一定会扯后腿 我跟我跟你讲 台南市的地方 跟桃园的地方都不好搞 是啊 因为这几个地方 都是靠自己 亮哥讲的嘛 我都靠自己选记彩的啦 你要不要听话 看你有本事吗 有字 黄伟哲一样要整合地方 那也是同样 对啊 陈霆飞跟他也有不好啊 黄伟哲是在选举过程里面 那党中央有没有去帮忙 民进党就是这样嘛 你们要杀杀到最后呢 民进党中央会帮忙 国民党你告诉我 原来一件 曾经是因为整合完这种 党中央来帮忙做协调 国民党中央是朱队友 跟我讲一个嘛 请问哪一个地方嘛 他就做时的亮哥讲的 国民党选举就是全部靠自己 所以会造成说 现在选完之后 不管朱侯 立委 议员 都觉得我靠我自己的啦 我没吃你一口饭 我没喝你一口酒 我有什么要听你的 国民党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嘛 每个自己都岁月静 所以以这样的逻辑下来 你告诉我现在党中央会在现容界 帮忙协调 协调两个字写给谁看的 写给媒体看的啊 怎么会帮你协调 桃园到时候被提名罗志强 我觉得会逼于情势 再加上现在属意的吕毅林 鲁明哲 万美龄都假议题 吕毅林的民调只有两 二点多趴啦 连郑运棚下来都赢了 还用到陈时中 鲁明哲跟万美龄 就是会有落跑立委效应 选第一届 如果第二届落跑也就算了 第三届落跑也就算了 第一届落跑 你告诉我这真议题 假议题 别闹了 可是现在桃园连邱议长 属意鲁明哲 第一属意他是吕毅林 第二鲁明哲 都是不可能的 碍于情势 未来还是得罗志强 可是他一定会丢 让你去啊 我就看你们这些 鲁明哲啊 万明啊 邱义胜啊 詹江春啊 谁 黄婉如啊 我看你怎么去瞧他们 你觉得罗志强有办法去瞧他们吗 人生地不熟的 有字 2018韩国瑜刚下去的时候也没有人要理他啊 一直都没有人理他 是啊 不是从... 是因为他自己捲起圈堆血 但是现在也没有再一个韩国瑜的可能 不知道 所以如果党中央没办法意识到这种模式 你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看待罗志强跟谢荣介 也许你们这些评论员每天骂骂骂骂骂 党中央又从善如流 老朋友 我已经三... 二无打多久了 快三十天了 我三十天没骂了 为什么 我已经懒得骂了 我今天已经在我脸书讲了 我已经很久没骂国民党了 不是国民党变好了 是不会变好了 这我也不想骂 而且我每天骂就被你们出征 那你们就尽量自己慢慢去瞧好了 我也懒得在... 我今天讲这个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现况如此 罗志强跟谢荣介出来 也不会岁月静好 当然 你会高兴三分钟 大家今天好开心 这是要打仗的好不好 还岁月静好 党中央没有在跟你打仗的 他们一定要算自己的利益 从以前到现在 你跑过国民党就知道 没有这种气氛 不会的 所以我刚刚讲嘛 所以选举完之后 这些人自己都变强了 我干嘛要听你的 你们党中央帮过我什么 你现在要能够把握出这些诸侯 你就是现在要用力下去 尤其朱立伦 侯友宜跟卢销 根本不把你当一回事 你现在谢荣介跟罗志强 是最好巩固你部队的时候 你如果在他们两个身上 你愿意帮一个忙 我跟你讲以后这两个就是你的人了 2024一定有他们的份 可是会不会 不会啦 朱立伦加傅昆奇 早就已经做好总统 一个立法院院长的分配了 两个已经 攜手往2024迈进 朱重彤好 然后另外一个说 傅院长好 两个都已经讲好了 他哪会在乎中间的这些小花小草 罗志强跟谢荣介对他们来讲 只是小花小草而已 你不要我就把你踩过去 就这么简单 这是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它吃火锅加上一条 汤头都超鲜美 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 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 好吗